大家来帮我想想办法啊 我老公工资不上交 每个月的生活费也不给我 你们看看大家 这么有钱啊 每个月一分钱都不给我 别人看来我过得很幸福啊 其实一点都不幸福啊 每个月生活费也不给 工资也不上交 他还在外面找女人了 我应该怎么办 遇到这种情况的话 人家有钱 我说也说不得 不让说 每次一说就吵架 然后说到钱呢 更不要说了啊 更不让我说也不让我管 每天就让我吃饱就行 然后呢 让我每天在家带小孩 然后什么也不给我 钱也不给我管 还有这房子呢 他说都是他自己赚钱 盖的是吧 然后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他让我住在里面已经很对得起我了 已经很好了 我嫁了给你这些不应该是夫妻共同财产吗 啊 然后我也给你生个小孩了呀 是吧 他感觉什么都是他自己努力的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我要不在家带小孩 他会 他能赚到钱吗 啊 对这种男人真的是没有语言形容了啊 还在外面找女人了 主要是现在 钱也不给我 然后每天让我带小孩 自己天天出去潇洒 跟外面那个女的玩 啊 让我 让我在家带小孩 我钱也没有 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大家说我应该怎么办 大家帮我想想办法吧 我真的好 好抑郁啊 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我又不敢跟我家那边的人说 说多了 他们又担心 我太难了 他让我在家带小孩 做家务 我也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他家有钱嘛 都能忍 我最忍不了的是因为 我最忍不了的是因为 因为他在外面有别的女人 我最受不了这个 他不给我钱都没有关系 让我吃饱就行 我最受不了的就是他在外面 有别的女人 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我整天都不开心